是一个导火线 是一个导火线 但是华航那边的回复 其实还是把它 就是集中在年终奖金的要求 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误导 华航今年的年终奖金 不是历年来最少的 华航曾经有没有发过年终奖金的 那年好像是用机票吧 用一张机票来作为年终奖金 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出来抗争 为什么现在出来抗争 特别是机师这边 飞行员这边 大家知道飞行员是 比较高薪的一个行业 所以其实基本上年终奖金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向来都是让利的 向来都是让利的 我们少拿一点 让地勤人员能够多拿一点 就是派遣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在各航公司 各航公司其实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我们根据华航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比较专注在 这个管理上面的一些环境的改善 像我们也有在谈判的过程的时候 那也对华航有罚钱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罚钱很能大快人心 可是实际上他罚的钱都是我们的钱 所以其实华航是不怕罚的 因为这些被罚的人不是老板 那罚的钱是中华航空公司的成本 那这个关系到员工明年的年终奖金 那其实我们甚至在协调会里面 我们也跟立法委员说 其实我们怕罚的是我们不是公司 公司不怕罚款 我们反而不希望公司被罚款 我们并不是要让这个公司不划 所以我们也起 像现在有些人来 有些人来声援我们 那发动巨大华航 那我们也在此呼吁 各位可以欢迎各位的声援 但是不要巨大华航 您可以声援我们的活动 可以声援我们的理念 但是请继续支持华航